我們看到創世紀二十七章 創世紀第二十七章 我們繼續來看 上帝所啟示給我們的這些歷代的故事 從這些 上帝所記載的這些世紀裡面 來學習我們人生很重要的一些功課 創世紀二十七章 我們一起起立來讀神的話 雖然有點長 但我想這是值得一起來讀的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創世紀二十七章第一節 以薩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見 就叫了他大兒子以嫂來說我兒 以嫂說我在這裡 他說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 現在拿你的器械 就是賤男和公往田野裡去為我打獵 照我所愛的做成美味拿來給我吃 使我在餵死之間給你祝福 以薩對他兒子以嫂說話 立百家也聽見 以嫂往田野去打獵 要得野味帶來 立百家就對他兒子雅各說 我聽見你父親對你哥哥以嫂說 你去把野獸帶來做成美味給我吃 我好在餵死之先 在耶華面前給你祝福 現在我兒你要照著我所吩咐你的 聽從我的話 請同工幫我翻一下頁 這個還沒翻 喔 Erico 免得 第九節 你到羊群裡去 給我拿兩隻肥三羊羔來 我便照你父親所愛的給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親那裡給他吃 在他餵死之先給你祝福 雅各對他母親立百家說 我哥哥以嫂渾身是有毛的 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親摸著我 必以為我欺哄人的 我就遭咒詛不得祝福 他母親對他說 我兒你遭的咒詛歸到我身上 你只管聽我的話 去把羊羔給我拿來 他便去拿來交給他母親 他母親就照他父親所愛的做成美味 立百家又把家裡所存 大兒子以掃上好的衣服 給他小兒子雅各穿上 又用三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 和景象的光滑處 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餅 交在他兒子雅各的手裡 十八節雅各到他父親那裡說 我父親 他說我在這裡 我兒你是誰 雅各對他父親說 我是你的長子姨嫂 我已照你所分布我的行呢 請起來坐著吃我的野味 好給我祝福 以撒對他兒子說 我兒你如何找得這麼快呢 他說因為耶華你的上帝使我遇見好機會得著的 以撒對雅各說 我兒你進前來我摸摸你 知道你真是我的兒子以掃不是 雅各就哀敬他父親以撒 以撒摸著他說 聲音是雅各的聲音 手卻是以掃的手 以撒就變不出他來 因為他手上有毛 像他哥哥以掃的手一樣 就給他祝福 又說你真是我兒子以掃嗎 他說我是 以撒說你遞給我 我好吃我兒子的野味 給你祝福 雅各就遞給他 他便吃了又拿酒給他 他也喝了 他父親以撒對他說 他說我兒你上前來與我親嘴 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 就給他祝福 說我兒的香氣如同耶華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願上帝賜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並許多五穀辛酒 願多名侍奉你 多國跪拜你 願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 凡咒詛你的 願他受咒詛 為你祝福的 蒙他為他蒙福 以撒為雅各祝福已必 雅各從他父親那裡裁出來 他哥哥以掃正打獵回來 也做了美味 拿來給他父親說 請父親起來吃你兒子的野味 好給我祝福 他父親以撒對他說 你是誰 他說我是你的長子以撒 以撒就大大的戰盡 說你未來之先是誰得了野味拿來給我呢 我已經吃了為他祝福 他將來也必蒙福 以撒聽了他父親的話 就放生痛哭說 我父啊求你也為我祝福 以撒說你兄弟已用詭計 將你的福分奪去了 以撒說他名雅各 其不正對嗎 因為他欺騙了我兩次 他從前奪了我長子的名分 你看他現在又奪了我的福分 以撒又說你沒有留下為我可住的福嗎 以撒回答以撒說 我已立他為你的主 使他的弟兄都給他做仆人 並吃他五穀辛酒可以養生 我現在我還能為你做什麼呢 以撒對他父親說 父啊你只有一樣可住的福嗎 我父啊求你也為我祝福 以撒就放生而哭 他父親以撒說 地上的肥土被你為所主 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 你必依靠刀劍度日 又必侍奉你的兄弟 到你強盛的時候 必從你景象上增開他的餓 以撒因他父親給雅各住的福 就怨恨雅各 心裡說為我父親居上的日子盡了 到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家大兒子以撒的話 告訴利百家 他就打發人去 叫了他小兒子雅各來 對他說 你哥哥以撒想要殺你 報仇雪恨 現在我兒你要聽我的話 起來逃往哈蘭 我哥哥拉班那裡去 同他住些日子 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氣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氣 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 我便打發人去把你從那裡帶回來 為什麼一日上你們二人呢 一百家對以撒說 我因這賀人的女子 連性命都厭煩了 倘若雅各也娶賀人的女子為妻 像這些一樣 我活著還有什麼益處呢 二十八章一節 以撒叫了雅各來給他祝福 並主婦他說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 你起身往巴旦亞蘭去 到你外祖避土利家裡 在你母舊拉班的女兒中 娶一女為妻 願全能的上帝賜福給你 使你生養眾多 成為多族 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為業 而且就是上帝賜給亞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發雅各走了 他就往巴旦亞蘭去 到亞蘭人比土利的兒子 拉班那裡 拉班是亞克以嫂等子救 我們一起祷告 主我們謝謝你 記載了這一段 這個家庭的故事給我們 我們在這裡讀的時候 幾千年後讀起來 還是揪心 還是膽戰心驚 主啊是的 你在這樣的家庭裡面施行拯救 你的應許 並不因為這個家庭的 罪惡悖逆而消失 你仍然憐悯 直到今天 主願你的聖靈來充滿我們 使我們明白你的話語 使我們的話語 我們的心被你的話語交灌成長 我們的信心而成長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各位請坐 我讀了這段經文好幾次 我想你們也讀過好幾次這段經文 這個家庭如果你在做輔導這個家庭 你就知道是極為難輔導的一個家庭了 那你還要記得這是一個信主的家庭 這不是一群不信主的家庭 這個家庭有祭壇 祭祭 敬拜神 呼求耶和華的名 前面一章看到 以撒呼求耶和華的名 所以這是一個祷告 敬拜獻祭的家庭 但家庭裡面還是出了這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整段的這個事情 做一些總結 做了一些然後看當中可以學到哪些功課 第一個這個問題的起源 這個家庭問題的起源在哪裡 誰在說 根源在哪裡 以撒 以撒 有沒有別人覺得是別人的錯 不是以撒的 立百交的錯 這個立百交在後頭操控一切對吧 一切的行動 但是根源還是以撒 以撒在肉眼瞎眼之前 他的心靈已經被蒙蔽了 他愛的是以撒 他明知道上帝的應許 上帝在二十五章 二十三節 已經對立百交說過這句話 兩國在你腹內 對吧 記得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這族必強於那族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上帝已經講過了 以撒知道嗎 應該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 可是這幾十年的人生 他喜歡的還是老大 這個會打獵 這個有胸毛 有男子漢 他還是喜歡以撒 這個陰險的雅各 老在那裡刺繡 烹飪 他還是不太喜歡雅各 所以他的私人感情也好 然後他的傳統 就把他在這個中東的家庭裡面 傳統上位尊位還是要給老大 所以他年老的時候 在他肉眼瞎的時候 做了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把上帝的話放一邊 把他的個人感情放在中間 放在前面 Matthew Henry這個 清教徒的很重要的一個解禁家 他上面寫說 他說注意 我們也非常容易 用我們自己的理性 衡量的標準 然後忽略了神的啟示 因而迷失了方向 我們以為聰明人 和有學問的人 該繼承神的應許 但神所看的不是人所看的 這真的很難免 你把你自己放回以撒的位置上來 有一個人你一直很喜歡他 有一個人你一直很不喜歡他 你說這爸爸怎麼可以偏心 但是你 有的時候真的很難免 這個老聽我的 要他打獵就打獵 那個老煮湯 我不喜歡喝湯 你就知道有一些 甚至在新約裡面有一個人 在耶穌的十二門徒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猶大 當他背叛耶穌的時候 別人不相信是他做的 也就是他人緣很好 他平常做人不錯 所以人家從來沒有想到會是他 所以人以自己的理性 我們人真的很難免 以自己的理性 以自己的經驗 以自己衡量的標準 我這個家族交給雅各 怎麼辦呢 這個小孩 對吧 姨嫂已經結婚了 你記得吧 姨嫂已經結婚了 老大已經結婚了 娶了兩個 等一下我們再談他 娶兩個的問題 他已經結婚了 這個雅各結婚了沒 還沒 兩個雙胞胎同一天生的 只差幾分鐘 一個還在啃老對吧 你把家族交給誰 你老了 你不要太怪以撒 你不要覺得這個以撒糊塗糊塗糊塗 真的不容易 OK 他在這時候他做了一個選擇 是他以他人生經驗做的選擇 他把上帝的話放一邊 但這個的確是他整個家族問題的起源 OK 以撒做了一個錯的抉擇 如果不順服神 如何解決方法 如何解決方法 當你的權柄 你生命中的權柄 做了一個決定是 不合上帝的旨意的時候 你該如何來處理 什麼方法處理 那通常有兩種 通常有兩種處理方法 第一個呢 是你好好的去談 合法的申訴管道 對吧 你不管是人生哪一個權柄 你的老闆也好 你的政府也好 你的 你家裡的老爺也好 你的父母也好 當他做一個決定 你是覺得不對的 你第一個方法是 你去申訴 你跟他好好談 立百家可不可以這樣做 他可不可能跟 就是 以撒帶著雅各跟他爸說 老爺 我知道我們的父親 這幾年看法有點不同 你記得當年神的話嗎 立百家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能應該可以吧 這應該是一種 他也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家 發生到這種程度 就是他 你如果看這立百家 他的這個所有的處理方式 都是瞞著他老公 OK 什麼事情都是他 一手折天 然後就處理完了 他幾乎跟他老公 沒什麼好談的 可是一個合法 正常的方法 應該是他 直接找他談 好好的說 能不能回心轉意 能不能改變 能不能 有什麼回轉的餘地 我知道雅各 實在這傢伙不太像話 但是上帝話是這麼說的 能不能有 這是一個可能性 如何來處理 權柄的問題 在海德堡教理問答 問104裡面 有一個這個的 曾在第五條建民裡面 命令什麼 我們知道第五條 當然是要孝順的父母 但是它裡面所帶出的 一個含義是 答 我應對父母和一切的權柄 All authorities 表示尊敬 愛心 信實 我要順從他們的好教導 和對我的指證 如果他們 政府 權柄 老闆 父母 所有的人對我的教導 是好的 指證是對的 我要順服 他們是錯的呢 我要容忍他們的軟弱 因為神的旨意 只要我們受他的管教 英文版翻譯是 And also I be patient with the feelings 也就是他們 做錯的時候 忍耐他們 父母有沒有可能做錯 當然有可能做錯 我們的權柄有沒有可能做錯 當然有可能做錯 聖經要妻子順服丈夫 丈夫會不會做錯 當然有可能做錯 可是他這邊談的是一個 Patience 真言二十章二十節說 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 變為漆黑的黑暗 也就是你前方的道路一定是黑暗的 這是一個真言的話 彼得前書二章十八節也在提到 你們做仆人的凡事要 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 當然你的老闆如果是善良溫和的 挺好說話的 當然好 可是有沒有碰到乖癖的呢 刁難的呢 當然有 他說什麼也要順服 倘若人為教良心對得住上帝 因為你是為上帝的原因順服他的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這是可喜愛的 所以在這個家中 以撒的家中 以撒是權柄 上帝的確呼召了他 把家族給了他 他是應該是帶領人 他是應該做權柄 他不順服神 按著自己的意思來決定 安排自己喜歡的接班人 來繼承原本給亞伯拉罕的產業 利百家對他的丈夫所做的決定 應該是順服 但當發現錯的時候 他本來是可以好好談的 Matthew Henry 馬太亨利也提到 這應該是利百家可以有的一個方法之一 但你猜利百家選擇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你剛才讀到了 他來按的對吧 他來陰的 他背後搞你 我還是去查一下三十六劑 到底中國人三十六劑用了哪些劑 雖然三十六劑只是一個虛數 不見得是真正的三十六劑 但是還是有人後來編了一些三十六劑 我看的利百家大概用了這幾劑 叫做瞞天過海 暗渡成昌 以義代勞 可憐的遺少 你看這個 他出息打獵打了一天回來 雅各已經煮好了 已經吃飽了 以義代勞 釜底抽薪整個換掉 偷糧換住 這是他整個用的方法 就是人間最常見的方法 上頭這麼說 下頭這麼幹 天高皇帝遠 我管他說什麼 反正我們是這樣做的 所以利百家就是搞這個 他也沒有正面跟他丈夫衝突 他也沒有去吵 他就是丈夫說這個 我後面搞這個 而且他 整個裡頭呢 你發現他 利百家原來是有信心的婦人 在他肚子裡面懷孕的時候 他原來是禱告的婦人 他跟上帝禱告 他的痛苦 他跟上帝 上帝對他說話 可是這件事情上 他已經沒有禱告 你沒有看到他的禱告 你沒有看到他對主的這種等候 主啊求你申冤 你不是說要給雅各嗎 他沒有這種等候 他以自己的聰明計謀手段 搞定一切 上帝本來可以行動 你再想一想 上帝有沒有別的方法 來介入這個世界 那他上帝的手縮短了嗎 上帝的大能沒辦法了嗎 他能不能在最後一秒顯現 在亞各要 在以撒要祝福的時候 突然向他顯現 當然可以 上帝有很多方法可以 上帝可不可以讓以嫂那天打獵 打不到東西 可以 那天以嫂忙了半天回來什麼也沒打到 那利百家禱告了半天 心中的大石頭放下來 OK 這事還有轉換餘地 是不是 這事情本來不見得要用欺騙 這些陰狠的手法來做 可是利百家做的就是這個欺騙陰狠 背後的搞人的手法 我覺得這個功課是我們每個人開始 在神面前的良心 要來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大衛王在這件事情上學得很好 他被扫羅王追殺的時候 逃了這麼多年 這是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的 在撒末爾記上二十六章的記載 亞比塞 他跟班的那個軍隊的這個 侍衛長亞比塞 對大衛說 現在上帝將你的仇敵 他那天在睡覺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天扫羅王在睡覺 將你的仇敵 仇敵交在你手裡 求你容我拿槍 將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不用再刺 這個當然是軍人很厲害的 這輩子刺人刺了不少 他知道這一次 我們的苦難就結束了 我們的逃亡生活就結束了 上帝要賜給你的國就給你了 大衛又說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華其實是 他或被耶和華擊打 或是死其道了 或是出戰陣亡 我在耶和華面前 萬不敢伸手 害耶和華的受告者 現在你可以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來 我們就走 這是一個背後搞人的一個榜樣 而利百家的確在聖經裡面 是用了他自己施行的手法 欺騙的手法 我們必須思考在基督徒 在我們每天的人生中 我們會碰到權柄的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會碰到權柄的問題 當權柄不合上帝心意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搞他而已 除了搞他以外 有沒有禱告等候的可能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在這件事情上可以學的 所以利百家的罪很明顯 來陰的來暗的 背後的計謀計量全都是他的 這個女人真的不簡單 還是蠻厲害的 把他老公唬得一愣一愣 我們再來第三個我們要看雅各的罪 雅各是什麼罪 雅各當然是暗事情辦事 但是他的罪裡頭有個很深的毒 叫做嫉妒 雅各的一輩子從小 真的在媽媽肚子裡 生出來那一剎那抓他哥哥的那個腳跟的時候 就是嫉妒 因為他就要他哥哥的名分 所以當他媽媽這個陰險的計謀一出現的時候 他對媽媽的計謀反應是什麼 當媽媽一說我們這麼搞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什麼 在十一節 他說什麼 雅各說 我哥哥一掃浑身是有毛的 我身上是光滑的 十二節 倘若我父親摸著我 必以為我是欺哄的人 我就遭咒主不得祝福 他的反應是什麼 是媽你的計謀裡有漏洞 你的計謀不夠完整 這個我要是被逮怎麼辦 所以他想的不是說媽 不可以我們這樣騙人是得罪神的 他沒有這種心 媽你小時候不是教我 不可以騙人嗎 你怎麼現在教我去騙人呢 所以他心裡有沒有正直 沒有 他心裡是嫉妒 他心裡也是邪惡 所以當他媽講的時候 他就想媽媽這不行 這個你會害到我 你這漏洞太多 OK 這個心裡想做賊的人 這個雅各 他已經寄於他哥哥的名分 福分好久了 前一次是用紅豆湯片 這一次真的有機會 OK 最後他媽媽說 放心 一切後果由我承擔 他就放手去幹 對吧 那好 哇這個他做起來 你知道他進去騙他爸也不會發抖 爸爸爸我來了 這個人已經 反正後果媽媽承擔 我就進去了 爸 也會打來了 這個毛摸摸看 所以他 這個人很順暢的這個雅各 所以他一輩子的這個心態裡頭的忌妒 他一直想要一直想要 他裡頭沒有正直的心 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就顯現出來了 之前的雅各還很乖對吧 應該還是好孩子 雖然 有一點啃老 但是 還沒幹過什麼太大壞事 但是這一次他裡頭的這個 裡頭的這些東西就出現了 聖經裡的另外一個雅各 記得嗎 聖經有兩個雅各 另外一個新約的雅各 就對這個 舊約的雅各做了一個 雖然沒有直接的評論 但是做了一個分析 他說你們中間的征戰鬥毆是哪裡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白體中 戰鬥之私欲而來的嗎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 就談到了這個雅各的貪戀 他得不著 你們殺害嫉妒 他搞啊弄啊又鬥毆征戰 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不求 他們根本不禱告 在這世上不禱告 你們求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忘求 要浪費在你的厭樂中 這是雅各書裡面對 人裡頭的嫉妒之心 貪戀之心的一個提醒 好 看完了雅各的罪 以嫂的罪呢 以嫂是什麼罪 以嫂的罪比較麻煩 他在這世上沒有太多的記載 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他在這世上看起來有點像是受害者 有點像是受害者 可是聖經裡面對他還是有些分析 在希伯來書12章14節 他聖經還是對以嫂有一個分析 也就是這件事情 會弄到今天這個情況 以嫂有一點點責任 不是都是他的錯 不是都是他的錯 他有點受害者 但還是有點責任 12章14節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沒有人能見主 OK 這是上帝的 對所有聖徒的一個要求 對上帝 在上帝的這個生活中 聖結不是你自己的自以為意 而是你在神裡面不斷的悔改 不斷的在神面前與神同行而得到的 因為沒有這個 你不能見主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 這有點像是雅各 因此叫眾人摘染無會 恐怕有淫亂的 又有貪戀世俗 如以嫂 OK 所以上帝對以嫂的評分 評價是在這兒 他是貪戀世俗 他因一點食物 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竟被棄絕 雖然哭嚎竊求 卻得不著門路 使他的心意迴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 上帝說他是貪戀世俗 在這個舊約創世紀裡面 看不太到他貪戀世俗的一些事實 也看不太到這些記載 那聖經的新約的記載是這樣 那我們唯一可以看到的是 他在二十八章下一章的第六節裡面 在這件事情過去以後 才看到老大長子以嫂的一些心態 以嫂見以撒已經給雅各祝福 並打發他往巴旦雅南去 在那裡娶妻 並見祝福的時候 祖父他說不要娶佳南的女子為妻 又見雅各聽從父母的話 往巴旦雅南去了 以嫂就...以嫂就什麼 以嫂就曉得父親雅以撒 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欸...拜託 嫂哥 你在家裡這麼久 你不知道爸爸媽媽不喜歡迦南女子嗎 有沒有可能 難道他當年結婚的時候 連問都沒問一聲嗎 還是...以撒是最近才不喜歡迦南女子 也就是他的婚姻裡面 他的人生抉擇裡面 很少有參考一下上帝的旨意 父母的心 他就娶了...其實後來看到他娶了兩個女子 你知道從亞伯拉罕開始這個聖結家庭 上帝呼召他們 亞伯拉罕很有錢 可是他只有一個妻子 當然一次後來他...這個沙拉死後就娶了一個 亞伯拉罕並沒有一夫多妻 他沒有搞這個 以撒有沒有 以撒也很有錢 他有沒有一夫多妻 以撒哪裡取得來的 爺爺沒有 爸爸沒有 他哪來的這一招 一下娶了兩個 貪戀世俗 貪戀世俗 對吧 所以新約對他的... 對他的一個評論就是 他是按著世界上的人的方法來生活的 你知道他是富二代 你要知道啊 他或是富三代 對吧 亞伯拉罕挺有錢的 以撒那時候收成百倍 上次也談過了 你投資一萬賺一百萬 投資一百萬賺一億 這個傢伙很有錢 所以這是富三代 他要娶兩個女孩 就娶兩個女孩 他有沒有想過 爸爸的想法 爺爺的想法 我們家族 聖結家族的想法 沒有 他就是不是娶了 等到雅各被派回去 去娶老家的女孩 他才曉得 哦 原來爸爸不喜歡家的女孩 Now I know Really 現在你才知道 所以這個傢伙的糊塗的程度是 也是實在有一點令人詫異 OK 第一次給他遞稿 喝湯就喝湯 長子名分就給你 有什麼了不起 他 他就是有很糊塗這種心態 這個娶老婆也是 到現在還才知道 結婚這麼多年才知道 爸爸不喜歡家男女孩 然後跑去找以斯瑪麗 也還不是 也還不是 進班人的家庭 以斯瑪麗 又取了一個 所以他取三個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 以嫂上帝對他的一個評論 富二代富三代 爸爸有錢 外頭就取了兩個 他就敢做這事 這是上帝對以嫂的一個評論 OK 所以他家人的這個評論我們都看了 以嫂這個是按著自己的經驗做事情 智慧做事情 利百家是不禱告不申訴 不跟上帝求 就自己搞 背後搞人 這個雅各呢是 嫉妒 一聽到有這種計謀 立刻放手去幹 以嫂是糊塗蛋 什麼都不知道 到今天才知道 所以這個家庭 這是信主的家庭 我們在這兒 站在這兒 批評他們家庭很容易 對吧 上帝對人的評論是什麼 羅馬書 第三章九節 這卻怎麼樣呢 上帝的話是什麼 我們比他們強 是不是你信主之後 你我的家庭裡面 就再也沒有紛爭 再也沒有做錯事情 自從我的丈夫信主之後 你們姐妹會這麼感覺 自從我的丈夫信主之後 她就再也沒做過錯的決定 有的話我會很高興為你感恩 這個真的是太美好的見證 自從我們家小孩受洗之後 然後三兄弟姐妹 就再也沒有打架 吵架過了 Really 我們比他們強嗎 聖經對他為我們的評論 是我們比他們強嗎 絕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證明 其實保羅從羅馬書 第一章到第三章 就是說 猶太人 這些信教的人 對吧 信神的人 希臘人 這些亂七八糟 亂搞的希臘人 一大堆眾生都在亂搞 都在罪惡之下 就如今上所寄 沒有一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上帝 他們一家都沒有尋求上帝 是吧 我們也沒有 我們真的是碰到事情 就自己搞了 也是一樣 沒有尋求上帝 都是偏離真路 一同變為無用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這還是一個對信主家庭 的一個見證 何況我們呢 我們比他們強嗎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是我們的寫照 是所有人類的寫照 你信主不信主 我們裡頭的罪 仍然在 常常會來這裡作祟 我們用我們的經驗 用我們的私心 用我們的慾望 用我們一切想要的 來搞我們要的東西 上帝的審判就臨到了 OK 這件事情做完之後 上帝審判臨到了 你再想一想 雅各搞完之後 他得到了什麼 什麼都沒得到 兩手空空就離家了 對吧 他得到什麼 從變成從富三代 富二代 富三代的這個 他可能以前 從來沒幹過活 對吧 就在家裡替媽媽弄點東西 學學烹飪 弄太一點喜歡的東西 畫畫手機 那時候沒手機 不知道畫什麼 反正總是有一點 挺閒 挺悠閒的 這個富二代 富三代 他這次一出走 到人家家打工 到他舅舅家打工 打了二十年 他得到什麼 他把原來所有的財產 後來給誰繼承呢 所有的財產給誰了 給伊少林 還是給伊少林 他沒有得到他 他想要的那個東西 上帝原來應許的 除了金身以外 還有永恆 可是他的金身 因他這麼一搞 他的金身充滿了 看以後雅各的人生 充滿了曲折 充滿了苦難 他不再是那悠閒的富家子 他才能打工在 他在創世紀三十一章 打工二十年之後 他這麼做了一個人生的寫照 我二十年打工 被騙了十次 對吧 二十年在他舅舅裡 家裡打工 這聖經裡的十次 其實不但不是十次 就是已經數不清了 意思就是 我這個老闆天天給我改工資 月初說一個小時九塊 到月尾的時候 剩下七塊 下個月又又改 這到底是什麼 他說我為你這兩個女兒 服侍你十四年 對不對 第一次就被騙了 那個時候傻傻的愛上拉結 然後就給他搞了十四年 然後後來呢 又十次改了我公家 就是你把我改了幾次了 I lost count 他的人生受了報應 上帝真的懲罰他了 請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事情就這麼結束的 上帝的確的公益領到 利百家呢 上帝怎麼懲罰利百家 聖基裡面之後 再也沒體力百家 他幾乎從 這一個創世紀的 章節裡面消失了 直到他 雅各年老的時候 雅各快要死掉的時候 在創世紀四十九章二十九節 他祖父他的孩子在埃及 祖父他們說 你要將我歸到我列祖那裡 你們要將我葬在赫仁 以弗倫田裡的洞裡 與我祖父在一處 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 麥比拉田間的洞 那洞和田是亞伯拉罕向赫仁 以弗倫買來為業做墳地的 他們在那裡葬了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莎拉 又在那裡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 我也在那裡葬了利亞 他對他媽媽的最後的評論只剩下這樣 我媽媽埋在那裡 也就是他很有可能 一去就再也沒見到他媽媽了 利百家最愛的兒子 這麼一搞 至少二十年沒見到 以後有沒有見到我們 不知道了 到以撒死掉的時候 雅各才來買他的 才跟以撒一起來買他的 他們這幾十年的分離 骨肉的分離 利百家原來最愛的 給他這麼一搞 幾十年沒見到他兒子 上帝的審判臨到他們家 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件故事記在這裡就是 喔 因為聖經裡面 大家都還是可以騙人沒事的 這個 反正上帝還是舒服雅各 No No 加拉太書最後給我們做一個評論 是說不要自欺 不要自己騙自己 上帝是輕慢不得的 人中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這是很痛苦的一個事實 你種的是什麼 收的就是什麼 你順著情欲撒種 就如利百家 就如雅各 按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就從行欲收敗壞 甚至聖靈撒種的 並從聖靈收永生 所以我們的盼望在哪裡呢 我們的盼望在哪裡 創世紀就這麼結束嗎 還好沒有這麼結束 還留一點盼望 這個家庭在今天的英文叫做 Dysfunctional Family 對吧 失常的家庭 這個家庭有救嗎 還是有救 真的感謝主 我覺得創世紀一直到今天 上帝的恩典沒有結束 在整個以後我們會看的 這個故事裡面 以撒 首先看到以撒先悔改 然後看到雅各會悔改 以撒的悔改是在 二十八章 剛才跟我們讀了一下 以撒叫了雅各來 他悔改 他這件事情弄完以後 他悔改 他說 你不要娶嘉蘭為子為妻 你起身往巴旦雅蘭去 到你外祖彼土利家裡 在你母舊拉班的女兒中 娶你為妻 願全能的上帝赐福給你 雅各 雅各原來要的 不是就是這個嗎 你有沒有看到 他原來不就是要這個嗎 願全能的上帝赐福給你 是不是就是這個 他搞了半天在搞什麼 以撒後來悔改了 上帝本來可以改變以撒 以撒後來懂了 以撒悔改說 願全能的上帝赐福給你 使你生養眾多 成為多族 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誰 這個繼承人給誰呢 還是給雅各 以撒悔改了 以撒沒有得到這個 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給你 和你的後裔 使你成熟你所寄居的地為也 就是上帝赐給亞伯拉罕的地 恩典領到他們家 你看到 這個家Disfunctional 但是恩典領到 主的審判領到 主的恩典也領到 以撒悔改 出門前 把亞伯拉罕的應許給了他 雅各後來當然我們也看到他 下次我們會看雅各的悔改 雅各的悔改也是非常曲折的悔改 上帝多次的向他顯現 多次的介入他的人生 使他悔改 這是整個創世紀的故事 每一次這些我們所謂的信心的英雄 有什麼好的東西 都是因為上帝的介入 上帝在最後一秒的介入 上帝在人沒有盼望的時候的介入 上帝在雅各逃難 沒有地方去的時候 不知道往哪裡去 沒地方睡的時候的介入 人生裡面不斷不斷的介入 這是整本聖經的故事 上帝的兒子來到世上 拯救一群你我沒有比他們好的人 上帝的兒子來到世上 介入了你我的人生 拯救我們 他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受難流血埋葬 第三天復活 到今天所有信他人得到新生命 得到改變 上帝一次一次的介入我們這些人的人生 我們沒有比雅各好 但上帝拯救我們 四篇一百零三篇第八節說 耶和華有憐憫 有恩典 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愛 他不長久責備 也不永遠懷怒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這跟剛才講的剛好相反 上帝是輕慢不得的 你重什麼受什麼 可是剛好相反 聖經裡面就充滿這種 剛好相反的教導 一個是上帝絕對的公義 一個是上帝絕對的慈愛 中間的集合點就是十字架 上帝絕對的公義 降在他的兒子身上 把剩下的憐憫恩典 賜給一些信他的人 聖經裡面就是充滿這樣的教導 所以上帝看起來好像一下這個一下那個 但是這個充滿了 所謂衝突的教導 就在十字架上顯現 當地憐憫我們 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你的家裡的東西壞掉 不是因為你上次沒有禱告 還有真的要跟我們算的話 我們都滅亡了 主沒有按我們的罪點 但要報應我們 我們一起禱告 主神我們在你面前 來認罪 主我們看到這一個信主的家庭裡頭的苦難 掙扎 罪惡 欺騙 但主我們謝謝你 你的恩典仍然在這個家裡面 你沒有撇棄他們 主我們今天也來求這樣的憐憫 主我們沒有都順服你 我們沒有常常的以你的話語 來做我們人生的決定 我們按著我們的經驗想像 心裡的欲望 忌妒 我們做了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主求你赦免我們 按著十字架上的應許 十字架上的保血 潔淨我們 使我們不活在公義的審判底下 而活在主你的給命裡面 是的 我們種什麼收什麼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主你還是匆匆慢慢的把恩典吃給了我們 使我們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接納我們的禱告 帶領我們的人生 求你介入 主我們真的是 若不你介入我們 也都滅亡了 禱告封約出的名 咱們 我們來唱文藝詩歌 主是我萬有 本來想我彈吉他還是唱克里斯彈 就是我萬有 我們一起起立來唱這首回音詩歌 讓這首詩歌也成為我們的禱告 我們來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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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唱歌